日本外務大臣宣布追加捐贈AZ疫苗给台湾 时间点就落在7月8号将提供113万剂AZ 这也是即6月4号提供124万剂AZ后 政台的第二批疫苗合计共给了237万剂 接下来台湾疫苗数量除了日本送的第二批 还有我们自购的AZ 外传会有62万剂从泰国曼谷送来台湾 这回由华航载运 预计7月7号下午3点40就会抵达陶机 而目前在台湾也有不少人开始施打第二批疫苗 民众到医院打第二批AZ 包含先前自费施打对象以及接种公费的人 多数人都期待打完第二批能有完整保护力 一个90一个88 打AZ疫苗第二批 第一批跟第二批保护力不一样 对那第二批的话通常都会到90%以上 对所以当然会比较安心 不过目前部分长辈对施打AZ意愿降低 指挥中心也打算扩大接种 继续对其他类别开放 指挥关前中也说没道理放在那里等 在台湾的疫苗供给量或者种类有增多的情况之下 其他类型疫苗有稍微可以往下0.0%开放 我想这几个疫苗目前都是属于非常建议民众接种的疫苗 所以算目前台湾疫苗数量 AZ有三批自购 两批日本赠送 以及立陶宛送的两万剂 再加上三批自购的莫德纳 以及一批美国赠送的 将会有总计641.51万剂的疫苗到手 指挥中心也定出目标 希望8月份全台民众第一剂疫苗施打率可以达到三成 另外艺人王采华也在脸书抛出 5号到台大医院打第二剂AZ的照片 表示回家之后状况良好 还说自己已经是个女强人了 希望大家都能够尽快接种 TVBS新闻力量 红区会台报道 那一位大师